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 出了名的 别的宿舍为了考试名次 奖学金 勾心斗角的时候 我们宿舍一起熬着大夜 临时抱佛脚 压重点 别的宿舍三三两两高小团体 我们宿舍就像一个巨型的连体婴儿一样 谁都不拉下 毕业的时候我们宿舍的人都没哭 因为眼泪早在无数次的深夜交谈里 在操场的散步中挥霍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 真正感情好的朋友 不一定在酒精 灯光 音乐这些渲染之下 才能抱头痛苦 而是在无数个相聚的时刻里 在最快乐的时间 忽然有人感慨 总有一天要分开 分开的时候 我们只是仪式赶搬地紧握对方的双手说 下次见面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但一定要保持联系啊 人们都说毕业既是分手期 每一次毕业都是恋人之间的兵荒马乱 但对于友情来说也是 上学的时候感情好是真的 后来的渐行渐远也是真的 我们曾经试图保持高频率的联络 但后来发现真的太难了 有人忙着考工 有人忙着考研 有人先一步结婚生子 有人默默承受着属于自己的枪林单狱 如何能做到不乏一掷一路同行呢 我们没办法 我们的确很久没见 但小孟约饭的提议 还是在大家一个接一个说加班 有事当中不聊聊吃了 说实话我确实很忙 但挤一挤一顿饭的时间肯定是有的 我想拒绝背后的真相是 我那点使劲挤出来的时间 想留给现阶段对我更重要的人 就像之前 我约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去三旅团新开的店逛逛 他推了三次 最后一次出来了 跟我草草约了个饭 接了个电话说 孩子扔给他爸 我真不放心 我才忽然之间意识到 已经为人母的他和我早就不一样了 我只顾自己 而他要顾及更多 我们以前明明到了地铁快停的时候才告别 嘴里还说着 明天不上班就好了 我能去你家 但现在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跟朋友度过多少光阴 而是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 我忽然觉得 友情世界里的残酷不比爱情少啊 那份残酷 不在于我们找不到能交信的伙伴 而是当人生阶段更新迭代的周期 越来越短的时候 友情的保持期也变短了 很多挚友的走散 不是因为我们说错话 也不是因为谁碰到了谁的雷区 只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生走向 不再有任何交集 而这些我们无法改变 这意味着 现实会在某一刻突然告诉我们 喂 你们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这种再见不是正中启示的告别 或者下定决心不再联络 而是悄无声息 潜移默化地离开 一开始我觉得委屈 尤其我期待了那么久的电影 那么多想吃的餐厅 或者是路上看见那么好的风景 我发给他 可我得不到回应 那时候我以为 友情的走散是因为人太薄情 可成熟之后我明白了 人一天天长大 原本简单的世界里 开始涌进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 还有更多生活的压力 现实是 你有你的难处 我有我的苦恼 我们每天走在不同的街道上 要走上不同的岗位 应对不同的麻烦 太多原因 让我们走散 有人说越长大越孤独的原因是 我们不得不跟一些 陪你长大的朋友说再见 是陪你聊心事的人 从朋友变成同事 更重要的是 成年人世界里的友谊 期限变得越来越短 好像换份工作 搬几次家 大家就能从无话不谈 变成点赞之交 这些我都知道 我感慨 也遗憾 但好像慢慢也能接受了 接受分别 接受离散 接受没有人会一直在你身边 接受相伴一程 已经很幸运 接受我曾那么喜欢你 但最后还是要失去你 再见 朋友 请不吝点赞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